我們來看一下,剛才講到了IMG,SRC,然後寬度有沒有 其實它不只可以設寬度,它也可以設高度H,EIGHD 然後假設我的高度也設500,那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來我把它預覽一下,存檔預覽一下,你的照片會變得變形了 你看,有被拉長了,有被拉長了,為什麼呢? 因為原本這張照片就不是500x500,可是你本來照片很大 因為這是用手機照的可能是1920x1080,可是我今天把它縮成500x500 那它就稍微有一點變形,所謂的變形是拉長或者拉寬 所以各位,如果你拍的是你個人的照片,你想要呈現瘦一點點的話 你就可以用寬高把它指定好,那照片就稍微拉長 你就看起來比較瘦一點點,好嗎?又瘦高一點點 但是呢,因為你有指定寬高,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指定一個 我只指定高或寬都可以,我只要指定一個就好 它會自動幫我們縮放成正常的照片的比例 會自動縮放,你看真正的是這樣子,我這邊現在的高是500 它就自動幫我縮放成這樣的比例,原本我的是這樣寬的畫面 可以嗎?但是如果你強制指定了它的寬跟高 它就可能會被拉長或拉寬 但是如果你只指定一個,它會自動幫你等比例的縮放 好,除了IMG之外呢,對不起,我要回頭到Body Body後面我還可以再加一個屬性 有時候我不希望我的照片,我的底 我的那個網頁的底很單調,就像淺淺的畫 我希望能夠這個底有一點點的,那個什麼 有一點點的圖片當底 那如果我希望圖片當底,我不是要單色當底的話 我想圖片當底的話,我這邊的屬性就是打 我空一個喔,再打個屬性叫做 Background B-A-C-K-G-R-O-U-N-D 等於雙引號,我也可以拿我的圖片來當底 Background G-R-O-U-N-D 對不起 Background 然後裡面呢,我一樣就I開頭 可是,因為他不希望我們加這個 Background屬性在這裡,所以你看打I的時候沒有提示 沒有提示的文字出來可以讓你選 那慢慢用手打吧 I-M-A-G-E-S 斜線 然後,接下來假設我要哪一個 假設我用這個SYN01.jpg 所以後面再繼續寫SENCE01.jpg 好,打完了,存檔 然後預覽一下,請各位看一下 各位有看到 後面是不是有照片了 然後這個照片很好玩,它會重複 你看,我的照片原本是 照片原本是什麼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我的照片原本是像長型的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它的長型真的這麼這麼快 可是,後面又有一個長型的 它會像貼磁磚一樣貼 可是我要先跟各位講,你有沒有覺得 這樣子好花喔 我背景如果又這樣,然後前景有一張圖片 然後這個文字這樣,整個看起來好花喔 所以我要先跟各位講 背景的圖片,基本上你要用成淺淺淡淡 不要太,顏色太明顯 以至於搶了前景的風采 所以那怎麼辦呢 背景盡可能用稍微素一點點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藉由搜尋 我們從網路來搜尋好了 比如說,我可能可以這樣搜尋喔 free 然後,比如說free background好了 然後image 免費的背景圖片 來找找看 它這邊就像木質的 像這種雲的 這種可以 那當然我們可以切成圖片 會看到更多 OK 會看到更多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我用的是 這一張好了 然後 我不用放大 我要放大也可以 不放大也可以 不放大也可以 不放大的效果 來 我現在用不放大的 我用這一張 按右鍵 另存 圖片 圖檔 我存在哪裡呢 一樣存在我的 編輯的網站的底下的 images 然後我把它改名字好了 改名字叫bg 代表background 然後點jpg 好存檔 各位看一下 那這時候呢 我把這個小圖片存檔了之後 然後我回到這個 practice 我這裡我就是 images 斜線 bg jpg 你看有沒有 bg.jpg 有了 好 來存檔 然後來預覽一下 請各位看一下 它接下來會呈現這樣的結果 好 有沒有 像貼磁磚一樣 一格一格的 那當然如果你不想要用貼磁磚的情況 你剛才你就取它的那張照片 這張比較大張的圖片是 1920x1080 還蠻大的 不錯 我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 這也是稍微被它縮小 但是事實上它原始圖片是這樣 我就在這裡按右鍵 另存圖檔 來我一樣蓋過這個好了 叫bg.jpg 存檔 是 好 我的程式可以不用改 因為還是bg 但是我在預覽的這個畫面 我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一大張 就是這樣變有點漸層的感覺 因為它的內張很大 你的網頁現在目前小小的 網頁的內容少少的 還沒辦法導致於它 貼磁磚的那種情況的背景 因為它的照片很大 你可以把它想 你這塊磁磚很大 這塊磁磚 還 這塊磁磚比一個房間還大 以至於 你這個 你那個磁磚還要稍微切割過 以後呈現在你的 網頁裡面 OK 所以 各位可以讓這個背景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 我剛才不是有一個bg color嗎 我的淺黃色咧 對不起 當你bg color跟background在一起的時候 它以background為優先 你的背景顏色 單一顏色就被蓋掉了 看不到 OK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用背景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加background 在body裡面的屬性加background 然後等於你的圖片位置到哪裡 可以嗎 好 來 各位也可以試一下剛才image裡面的膏 以及再設定一下body裡面的background 如果你有想要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背景的話 你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好 我剛才上網搜尋 是打free background image 然後切到圖片 可以看到很多個 好嗎 好來試一下 好 好 好